各位澳财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澳财游道 我是高松玉 今天澳洲央行IBA再次下调了澳洲的官方利率25个基本点 把利息下调到了0.75% 再次刷新了历史的新低 这是澳洲的央行在近年年内的第三次进行降息了 这个决定和之前市场的普遍预测是比较一致的 那么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 IBA央行在进行降息的时候讲了什么 以及未来对一些利息的整体和经济走向的一些整体的看法 那么以及这次降息很有可能对澳洲的整体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对我们现在的股市 比如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以及澳元未来走势 可能会有哪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影响的动态 这是今天想和大家进行一些探讨的 首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IBA在进行降息之后的整体的说法 关于现在的整体的全球经济 IBA认为的态度还是比较的还是可以的 但是整体的风险还是进一步的向下 特别是还是再次提到了中美之间的整体的贸易的摩擦 而全球范围之内 现在整体的利率环境还是比较的低的 那么而且央行认为 普遍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还是有继续进行降息的可能性 这个也是澳洲央行进行降息的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而关于澳洲的经济方面 澳洲的经济在我们之前和大家进行分析过 在今年6月份所公布的数据 是我们现在经济只增长了1.4% 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数字 那么根据这个数字的情况来看 IBA的态度认为2019年的第一个半年 其实比18年的第二个半年表现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现在从经济的情况来看 央行认为随着我们利息的降低 随着进行减税以及看到更多的基建方面的投资 认为经济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一种合适的乐观的态度的 而现在的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还是央行比较担心的 那么尽管失业率还是维持在差不多5.2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但是更多的市场上所获取的数据来看 澳洲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恶化的这种迹象 这个是现在央行考虑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 而通货膨胀本身也是出现一个下降的走势 这也是为什么可以支持央行进一步考虑进行降息的一些核心的原因 那么考虑到这些整体的综合性的因素 央行认为现在进一步降息是有助于澳洲本体的本国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的 而未来将会继续关注澳洲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的增长的这样的数据 那么可以说从整体央行的态度来讲和之前是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的 央行这次进行降息无非只是继续延续了之前对于澳大利亚的整体的货币政策的一种态度的延伸 那么相信从现在的这种态度来看 央行自己也非常明确的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考虑进行降息来刺激经济的增长的 从现在的整体我们看到的不论是金融时报还是彭博社的一些分析来看 澳洲未来把利息降到0.5%可能性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相对比较激进的判断是在今年年底就有可能把利息降到0.5% 而相对比较一个长时间的预期只会在明年的2020年6月份之前 澳洲央行的利息一定会达到一个0.5%的这样一个整体的预测的 那不论是在今年年底进行降息还是在明年的年终之前再次进行降息呢 这样的消息对澳洲的股市来讲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澳洲200指数的收盘是在6742点上涨了0.8% 再一次逼近了历史的高温6900点的附近 接下来澳洲股市的表现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降息对股市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的消息 而澳元的表现则是相反的 澳元对美金在消息公布之后一度小幅度的上涨了一下 随后就进行非常明确的下跌 到现在为止呢跌幅已经是达到了0.7%了 澳元对美元再次测试0.67的这个价位 而0.6670已经是近期非常关键的支撑位了 如果这个价格得到突破的话 澳元对美金会继续展开新轮的下跌的整体的走势 而另外一方面的澳元对人民币今天也是跌破了4.8% 现在的报价在4.7930左右的这个情况 而另外一个值得我们现在比较大家去关注的是 那么这次25个基本点的降息 是不是会由四大银行或者是主要银行 全部的是能够传递到借款人 传递到给借贷人的这个手上 这是现在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在今天利率决定之后呢 不少经济学家都纷纷的表示很有可能考虑到近期四大银行 以及主要的银行现在利润值已经是比较压缩的很厉害了 那么这些银行有可能不会全部的把25个基本点的降息呢 在自己的房贷利率上才进行去体现 这是接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 而如果考虑到未来央行继续进行降息的话呢 那的确对现在的主要的商业银行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主要的商业银行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把这样的降息 然后传递给消费者将会是 接下来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 那么考虑到最近由于监管机构和银行之间 还是存在着相对比较微妙的关系 大家还在等着皇家委员会最终的这个结果 以及立法的这个执行 那么现在是否银行会借助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向监管机构进行施压 我相信都是值得我们进行去关注的 我们也会在未来几天呢给大家去持续的报道 是否主要的银行会能够传导这个25个基本点的这个降息的 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的 那未来的央行的方向 其实坦白来讲呢手上的牌已经不多了 那么的确有可能再次进行降息降息到0.5% 那么到那个时候澳洲的说实话 我们的现金利率的空间已经是非常的不大的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分析当中 甚至提到了澳洲有可能展开新一轮的量化宽松的可能性 比如说央行进行印钞 或者是说呢进行比如说资产的购买 来为经济体注入更多的现金来刺激进行增长 达到全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也会是未来值得关注的 那不论是两者哪个方式来进行去操作 都有可能会立好一项股市以及房地产这样的整体的这种资产的类别 那么这将会是未来我们所进行去关注的 不过澳洲现在依然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为经济的增长进行更多的支出 那么的确现在我们的财政部和央行之间存在这种比较微妙的状态 两者之间在希望对方做的更多一点 当如果央行手上的子弹打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不知道是不是政府应该介入开始进行投资 来拉动现在澳洲经济的需求 那么今天想和您进行探讨的是呢 您是否认为澳洲央行也应该继续进行降息来刺激澳洲的经济增长 您会在这种降息的背景下看好澳洲的股市 您会如何看待澳洲的澳元以及如何看待澳洲的房地产呢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会在未来继续给您关注这个事情的未来的走向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是以诺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要观看更多的澳财网视频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左边的播放列表 您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按钮 订阅我们澳财网YouTube频道 获取最新的澳洲财经资讯和评论 您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节目 您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节目 您的节目